歡迎收看媽媽好神 歡迎收看媽媽好神 今天這一集非常的精采 而且非常的殘忍 沒錯 因為所有的媽媽要來量體重 玩這麼大 好險 好險 我沒有參加 而且我也沒有參加 因為再說的媽媽送到製作 待會兒一通知之後 我就問製作人說那是什麼時候 他說從他們送到腳本開始 所以從他送到腳本的大綱開始 我想請多七天前 真的 青鋼 我們來看看他們是 每個明星的減肥法 到底有沒有效 我正好就是兩週前知道說 我這個週末要去參加一個 時尚派對 然後因為我已經很久 沒有出席這種活動 然後我就很開心地 去把衣櫃打開 想說我要穿什麼禮服 我就把之前的小禮服都拿出來 結果每一個 就叫我兒子幫我拉拉拉 拉不上來 就算勉強拉上來 也就很像包肉粽 隔天我就想說 好 我就趁早上 上完廁所 把衣服脫光光 然後就站上體重機就一量 我們體重差一點超過六幾 五十九點四 五十九點四 你看他的點四 五十九真的算很瘦了 真的嗎 那就換我 OK 謝謝 下一位 然後我的朋友就介紹我一個 就是他說一個 覺得在網路上看到 還滿厲害的一個急救減肥法 就是這個 那個 豆腐減肥法 豆腐減肥法 他也太悲了 他剛剛說到時候 他都不是都其實有點 卑鄙肉肉的 他都不是肉肉的 而且他臉都很圓 然後現在不是就像個 那個仙女一樣嗎 對 那他的方法其實還滿簡單的 就是我早餐中餐 都隨便就是正常吃就好 然後就不要吃過量 但是晚餐呢 一定要在六點以前吃完 而且呢 只能吃豆腐 就是不管是嫩豆腐啊 或者是我有的時候 會煎一些雞蛋豆腐 或者是家裡有煮那個 豆腐湯裡面 豆腐我全部都吃 但是就只能吃豆腐吃到飽 而且他其實吃得很簡單 他真的有點像味噌 對 我有帶 所以像那個湯 湯也不能吃 就不能全部吃豆腐 對 像湯我就不喝 裡面的購完我也不吃 但是我豆腐就吃到飽 我就這樣試了五天 然後我覺得其實好像 褲子感覺是真的有鬆一點點 真的嗎 感覺啦 自我感覺 可是像映竹 你們一定常常也要拍照之類的 對 而且有時候你會很臨時 接到一個通告 比如說告訴我說 下禮拜就要拍泳裝雜誌 這種都會 你會壓力很大 然後那個時候 我也是接到通告之後 我就上網看 日本有個左左目西 它的一個 對 然後它的減肥法就是 你要吃茶碗蒸 然後它裡面還有料 才八十一卡 如果你把料挑掉的話 其實它的熱量是更低的 然後你就是三餐 你三餐當然就是 你減肥的時候就會吃比較少 有時候我可能會吃 御飯糰或什麼 少少吃 但是你在餐跟餐中間 如果真的很餓 如果你要有巨餓 受不了的時候 你就去買這個 或者是你在飯前 比如說晚餐前 你就先買一個茶碗蒸 先吃完之後 有點飽了 然後你再去吃你的晚餐 對 然後 因為我原本大概 五十二 五十三 對 然後 那一個禮拜完 我就大概收到五十公斤 很強 對 像是豆腐跟茶碗蒸 可以吃到飽 或許是個好處 可是這個 會瘦的關鍵 到底是為什麼 最主要是因為 像豆腐跟雞蛋 它都是屬於蛋白質類的食物 那蛋白質類的食物 它其實 它消化吸收速度 會比碳水化合物要來得慢 所以就吃下去之後 就會覺得有飽足感 然後就比較不會想說太餓 然後又跑去亂吃零食 對 然後再來第二件事情就是 因為其實他們這樣餐食的方式 跟他們的 剛剛看到照片 他們一整天的熱量攝取其實很低 所以其實自然就容易瘦得下來 那第三點其實就是在於說 像雞蛋跟豆腐 它這樣子的食材 它跟一些肉類的食材 比如說像是 五花肉 梅花肉 這些比起來 脂肪含量低 對 脂肪含量低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烹調方式 比較少會使用到 比如說油煎 油炸這類的方法 吃到比較少的油鹽糖 其實體重就會容易控制 所以換句話說麻辣臭豆腐 跟炸臭豆腐 妳其實是不建議的對不對 對 如果要用這樣方式 就不建議用這樣烹調 就真的要像甜飽剛剛那樣子 就是像是 那個味噌湯上面的豆腐就對了 對 那甜飽 妳說妳努力了多久 五天 該脫的都脫了 快點 好恐怖喔 來了 現在實際的體重是多少 請站上去 有了 有了 0.4 0.4 譬如說現在應該 五十八點多了 因為還有扣掉衣服跟那個嗎 很滿滿 所以我就要說 妳可能瘦了一公斤多 應該一公斤啦 五天 希望是一公斤 對 五天 這樣算厲害 這樣應該OK吧 其實他們這樣吃一定會瘦 但是我現在想的不是這個問題 我覺得他們一定會失敗 我們的食物到了胃裡面 大概四五個小時就排空了 對 就空了 所以妳到了晚上 大概十點 十一點 妳一定會餓 對 妳會餓到睡不著 那怎麼辦 就會起來吃東西 就再吃 對 那等於又多吃一餐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容易失敗 那像映竹她講說 這個茶碗針 茶碗針 其實以前有做過一個實驗 你知道嗎 就是用豆漿減肥 你們聽過嗎 對 那結論是 豆漿可以幫助減肥 結果很多人搞不清楚 就把豆漿拿來當飲料喝 結果一個月胖三公斤 為什麼 我就是這樣 對 因為人家講 豆漿能減肥 就是要像映竹這樣 在餐前喝豆漿 把豆漿當成妳餐的一部分來吃 然後 對 妳蛋白質吃了以後 有點飽了對不對 妳後面的正餐 減少了一點點進食量 這樣子才能達到 減肥的效果 不能豆漿配上去 對 所以用作方法 也會複胖 可是我們講的是急救片 急救片可以 急救 為了趕快穿衣服 緊接著也是急救片 對 佩姬同學 對 我覺得就是 生了第二個寶寶以後 一打二的生活 真的非常的精彩 就是非常的驚人 又很累 好可怕 所以妳什麼事也不能做 妳也沒有時間可以睡覺 妳也沒有時間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妳能做的事情 就是抓緊時間 就是拿著麵包就吃 會不會什麼 就是靠吃 會不會來紓壓 那但是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生完二寶之後 我的食量真的 現在變得食量很大 我食量大到 我老公都會嚇到 有一次他下班回家 他就買了一碗廣東粥 跟一碗海鮮麵 他問我要吃哪一個 我說不然我吃粥好了 我吃完粥之後 我跟他說老公 我還覺得很餓 他說不然我麵給妳吃一點 他說不吃不絕 就把我老公的海鮮麵也吃完 然後這時候他覺得 吃完還是很餓 還是有一點 還是有一點老公就不吃不絕 把老公也吃完 好好吃喔 螳螂交配的故事 食量很大 要你撐耶 好可怕的故事 要看小孩快吃喔 對 然後妳在家裡的時候 其實妳回到 妳在月的中心 可能還會每天有時間去量 妳回到家之後 妳很久沒有站上體重級了 有一天呢 是我來錄影的時候 也是坐在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的攝影大哥 他看到我之後 他就說 妳又有了喔 然後我想說 什麼 然後他也是很 沒有 他是很認真地在關心我說 怕我跌倒 我說妳又有了喔 然後我就說 我就想說 來聊一下體重好了 頂多也就七十八 一站上去 七十四 然後我想說 這是我懷孕六個月的時候的時候 七十三點八 對 這是我懷孕六個 就算七十四了喔 對 我懷孕六個月的時候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會這樣 所以我就上網查 有沒有什麼塑效的方法 因為塑效的方法 你趕快瘦下來之後 其實自己會怎麼樣 心情就會覺得 開心 比較好運練 所以我就查到了一個這個 他是這個 歐美現在明星最流行的 就是奇蹟食譜 用奇蹟耶 那有奇蹟食譜 寄給我 奇蹟食譜 他是只要七天而已 他七天呢 他吃 你知道 照這樣正常吃呢 他一個禮拜可能可以瘦 四點五到八公斤 好高一點 我看到這個 就是很心動 八公斤耶 對 我説錯了 但是他怎麼樣你知道嗎 他上面標榜就是 會瘦喔 他會怎麼樣 他就是說你吃完之後 你瘦的是脂肪 不是肌肉 因為有時候最怕瘦到的 就是肌肉嘛 更胖更軟 然後他說是瘦脂肪 那這個東西 我一定要試啊 對 然後他這個東西呢 就是你第一天呢 就是水果日 就是都只吃水果 你吃多少量 都沒有關係 你真的就是水果 芭樂跟 就偏偏那麼幸運 我婆婆就剛好 從宜蘭寄的一鄉 他自己種的火龍果 芭樂跟芒果給 然後我想說 我就來吃這些水果 就這五天 剛好就來吃這些東西這樣 然後第二天呢 就是綠色蔬菜日 你就是只能吃綠色蔬菜 然後就是吃很多的菜 然後再來第三天呢 就是蔬菜水果日 混在一起就對了 對 蔬菜 然後第四天呢 是香蕉牛奶日 你就是只能 準備六到八根的香蕉 然後跟那個一大米的牛奶 你就是只能吃香蕉跟牛奶 然後再來 第五天是番茄日 好沮喪 第五天應該很沮喪的 對 要沮喪吃 然後第六天呢 就是水煮日 所以我就要說 熱門那些可以吃了 我可以吃到食材了嗎 沒有沒有 只有一點點 那但是你的蔬菜 全部都一定要水煮 當然第一天呢 第二天呢 那綠色蔬菜 它是沒有限制你什麼 烹調的方法 然後第七天呢 就是果汁日 這種吃應該真的都會瘦吧 對 不過 因為我去看一些 奇蹟食譜的資料 它其實是會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每天要喝八到十二杯水 對 這個是它強調的內容 然後這個部分 其實還滿簡單 因為國外有做過 很簡單的實驗 只要正常的人 每天都有喝足夠的水 其實始終就會下降了 因為最主要要喝水足夠 一定會有飽足感 是 對 然後再來就是 代謝會變好 然後再來就是 不知不覺當中 跑廁所次數增加 我們活動量就增加了 對 廁所是多遠 對 活動優勢 廁所在央山上 因為我們家 你知道我們家 你知道一千多瓶 所以我上去廁所 這樣很遠 對 就是盡量有活動 對 總品一直躺在沙發上好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剛剛看了一下 它就是奇蹟飲食的食譜 它幾乎就是吃一堆的蔬菜跟水果 對 膳食纖維量非常的足夠 對 然後再加上它的烹調方式 幾乎就沒有什麼在用油了 是少有飲食 所以以這樣的方式吃一個禮拜 我相信會熟 沛基之前 應該也要至少到一個3 對不對 73.8 我覺得這個很過分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過分 沒有關係 這是激勵人生的開始 會不會妳超過73.8 好可怕 我跟你講 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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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叫 那你是奇蹟沒錯 因為你還活生什麼 我在這裡 還長了肉 教練還長了肉 我看過很多師父 很少是這樣 這樣子 三餐這樣吃 這真的很惡魔 對 你們常常用水果餐減肥 你知道在醫學上來講 水果餐減肥是非常不好的 減肥方式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醫學研究發現說 如果你這一餐的總熱量 超過25%是從果糖來的話 你知道為什麼 就有脂肪肝跟酸酸肝有的血糖 對 你看我只吃了一個禮拜 對 難怪 你看我脂肪就變多了 對啊 脂肪肝肝 我趕在肝上 我有脂肪肝出來的 然後再加上你看 它的烹調都沒有蛋白質 沒有油脂 對 你知道你這樣吃下去 你月經會失調 所以我真的不鼓勵 你們用這個這樣子的奇蹟食譜 其實基本上 我們如果要快速減肥 我們要用醫學上有研究 有科學根據的方法 現在很康律叫生酮飲食對不對 對 其實生酮飲食 我做過一些整理 如果你用的時間 不要超過一個半月的話 一個半月 四十五天的 四十五天之內 大概就可以讓你 瘦掉八%到十%的體重 對 像你們在座的各位 你們要減肥 不是為了健康的理由 你們是為了漂亮 對 要再更鮮細對不對 但是有的人是為了健康 我還好 我其實因為夠漂亮 所以不會 超過的 講話很充足 有顫抖 有顫抖 夠漂亮 夠漂亮 所以 講話害羞 如果那個體重已經到 病態的體重 那叫什麼 那叫做疾病喔 那疾病 醫生治病 可不可以用藥 可以 可以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上肥胖也是一種病 那這種病在醫師的監督底下 用藥物治療 是可以進行的一個方式 對 是這樣 了解 所以真的如果需要的話 還是要找醫師 真的比較安全一點 對 那除了吃之外 還有急救的狀況下 有沒有比較 真正的紮紮實實的 幫助身體健康的健康 腳踏實地的 腳踏實地的 有沒有 我就是這個 紮紮實實的一個人 你受傷了 我本來是受傷 我跟你講 可是我雖然這樣 可是我是屬於肉感的一個人 但是我的肉感 不能夠讓它擴散 你知道嗎 我要把它練成一團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生完小孩子有關係 然後加上可能 隨著年紀慢慢的長的時候 那個地心引力下降 就是有地心引力的時候 我的屁股的肉 會慢慢的就是會這樣往下掉 就是以前是屁股是這樣子的 然後現在是會變成 大片 對 就比較 我就覺得不太對勁了 我就換上了那個 長版的那一個T恤 然後遮住我的屁股 然後開始我就把我貼身的褲子 全部都收起來 但是我是覺得這樣子下去 真的不是辦法 應該要好好的面對 然後我就開始上網 很認真的搜尋 然後我就找到那個 張俊麟的那個就是練 他笑著 張俊麟 他很愛動 對 然後我覺得他好想要變成 變成像他的那一個 那一個身形曲線 於是我就看了他那種 很簡單的影片 可以示範給我們看一下下嗎 可以... 我覺得還滿有效的 但是要有毅力 腳就是這樣 正常有一塊地就好 然後手 水平 然後把這一隻腿 把這一隻腿好了 這一隻腿 九十度 舉起來 好酸喔 你有發現你現在的力量 是在於你的屁股 還有你這一個大腿 先這樣撐住 然後接下來呢 緩緩的下來 你的脖子 要下來 幫你 好厲害喔 對 去... 你... 這個好難喔 這個好難喔 然後用腳撐住 真的好難喔 而且平衡感還要很好 你彎下去的時候 你這個不能鬆弦 你這一條九十度的腿 不能鬆弦 你就是必須要更翹一點 你很標準耶 好厲害喔 那下去 稍微提一下 然後再起來 很有動力 對 各做三十下 邱醫師這個動作 其實真的很難做喔 我跟你講喔 這個動作 只有一點點 練到屁股的肌肉啦 很像一筆 對...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你剛剛有提到啊 你說大腿後側比較緊啊 所以在練腿的部分比較多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 而且你這樣做 為了保持平衡 你身體會有很多肌肉去拉扯 你就要無法集中在這個 臀部的肌肉 我示範一個給你們看好不好 真正... 真正要論臀部的肌肉 一定要上半身要穩住啊 剛剛是趙君你現在是 邱醫師的 假設你們在看電視對不對 這裡有個椅子預備 你應該這個屁股這樣 舉高 對不對 舉高 然後撐在空中 利用重力 一個阻力 你有沒有摸摸看這個時候 這個屁股就很硬 好扎實喔 對啊 那如果還要再更好 你還可以這樣子 把它抬高這樣 這樣更好 對 這樣才真的連到 練到臀部的肌肉 這樣臀部的肌肉 你真的要舉向包袱 對 我一直開始 什麼都可以 對 它都可以 可是這樣子很痠 要破舊 很痠 對 然後每次腿舉起來 要撐超過一分鐘 因為這個叫主力運動 它舉起來才會量增加 所以你要讓它時間拉長 對 要舉起來拉長 然後撐住 這樣子 像海君姐 她是有下半身困擾嗎 但是我從一行 不是 我沒有 下半身就是 哪包臉 好害羞 我一直說下半身 不是人家有些人 很多人胖會先胖下半身 對 很多人都是這樣 胖的人胖下半身 可是我跟人家相反 因為我就是天生 因為我媽媽也是那種 下半身很細的人 但是我們怎麼胖都胖在上面 胖在手臂 胖在背對不對 對 所以我只要先胖的話 我就會先胖在手臂 所以我在網路上就看到一個 家裡就可以做了 幫她去健身房的一個 瘦手臂的草 教教大家 對 教教大家 瘦手臂 因為其實那個蝴蝶秀 真的嚇死人了 對 而且它這個方式 我覺得還滿可愛的 就是你在家裡對不對 然後你就想像自己 現在是一隻企鵝 企鵝 在這個北極裡面 企鵝 然後這樣 我是一隻企鵝 我在走路 好可愛喔 我都起來就很壞了 就這樣 然後你的臂膀這邊要很用力 這樣子起 我已經有痠了 有感覺到痠了 而且它在這裡都沒有彎 你就這樣 然後手頭都沒有彎 做二十下 然後做完之後就換前面 這樣 你為什麼速度那麼快啊 為什麼速度可以這麼快 你的手臂要非常用力撐住 就一直做得很厭適 還有一個方向 就是三個方向 然後暫時把 後面一樣 後 我們會再高暈 妳給大家看一下後面好不好 轉過來一下一下 往後面 我把這個 妳看到這樣子 等一下 我們要量體重啊 因為妳這樣做的時候 妳會夾到妳的背 小胖 妳把妳的背 只要夾住 我的體重可以減掉 妳也可以偷下來量 我會有許力 這樣 然後妳這個動作 其實妳不只只有 鑽到妳的手臂這邊 因為妳坐這邊手臂酸 然後妳往前做的時候 妳這個胸部這邊會很用力 胸 胸大肌這邊會有種夾胸的感覺 所以一致就是二十下就對了 然後總共要做八次 所以等於說一組是六十下 妳要做八次 六八四十八 要做四百八十下 對 然後這樣子 妳的手就會有緊緊的感覺 就覺得這邊已經開始有變比較瘦 然後比較不會下馬的感覺 之前那樣鬆鬆的 基本上來講 應該這麼說 妳只要有運動 就有緊實的機會 對吧 可是妳沒有單獨去鍛鍊手臂 這塊肉 妳懂嗎 手臂這塊肉叫三頭肌 對不對 三頭肌是負責哪個動作 就是手臂向外伸展的這個動作 就這個動作 可是妳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動作並不多 然後它就這樣 對 它都是直的 所以其實要瘦這個手臂的話 當然妳要先看是脂肪堆積 還是肌肉太鬆 如果 都有 都有對不對 但脂肪堆積的話 妳這樣運動 不一定能夠燃燒這邊的脂肪 真的啊 因為我們運動 然後控制熱量 我們只能燒到 容易分解的脂肪 有些地方是堆積頑固脂肪 胸部都瘦完了 手還是粗了 那如果萬一妳這裡是頑固脂肪 妳這樣動 可能就瘦到臉頰了 對不對 胸部瘦的 對不對 可是手臂還是粗嘛 對 那我現在要跟你們講說 那脂肪先不管 我們講肌肉好了 是 肌肉要反覆收縮 一定要做什麼 耐力運動 再重複一次 耐力運動就是什麼 比如說我們快走就是耐力運動 就是什麼 可以走二十分鐘 三十分鐘 才會有點累嘛 對不對 你知道以前有人去健身嗎 說要瘦手臂 他還會做一個運動 這樣 很用力對不對 我做不到 妳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妳這個就 這個叫主力運動嘛 對不對 我知道 它其實是在敗敗地啦 所以妳的運動 至少不是這種主力運動 對不對 有一點動 那這樣子其實有一點效果 對不對 那所以那我們現在用啞鈴舉手 那些是OK的 要輕一點 要輕一點 不能太重 對 越重 它就越練肌肉 越變主力運動這樣 是那個哪尼要剛剛好 對 其實水瓶就可以嘛 礦泉水的那一種 就可以就對了 像我前一陣子其實很想減肥 然後試了很多減肥法 像什麼三日蘋果餐 甚至斷食我都試過 但是妳知道就是 這種不人性的解法 就很容易放棄的 所以我們就要尋找適合 我們個人體質的減肥法 是 我就上網搜尋 我們的減肥教主 鄭秀文 他就說那個血型減肥法 對 它這個血型減肥法的原理 就是我們食物中會有蛋白質 然後它那個蛋白質 如果跟妳的血性是吻合的話 它就會容易幫助妳 減輕那個脂肪 像我們A型的人 因為他胃酸容易分泌少 所以他的血 就是重要就是 不要吃肉 我常常吃 不行 超多肉 太減肥法 然後B型的話 它是可以消化各種食物 但是就是要均衡吃 然後不要吃太多 然後像O型的人 就是他對於膚質 會降低它的代謝率 所以要少吃麵包 然後都是瘦麵包 跟妳的人肉 我比較喜歡O型 AB型的人就比較慘了 就是它綜合A型跟B型的缺點 所以你就是 它胃酸代謝又不好 所以你要少吃肉 還有均衡 然後像我個人 因為我是A型 所以我覺得很辛苦 因為我是A型 又是肉食主義者 但是我就吃了三天的素 因為我的身體 可能就是不適合這些蛋白質 所以剛好回娘家 所以妳吃一些菜 可是妳配白米飯嗎 就吃白米飯 而且我發現其實 義大利麵嗎 你沒有吃肉的時候 其實會很容易餓 所以我以前可能吃半碗飯 我現在可能要吃到一碗飯 我才會覺得有飽 那妳三年前的體重 妳有拍下來給我們看嗎 有 我們來看一下下 真的喔 真的 這娃六四點 那麼高 你這麼高 他很高 血型是會影響人的個性 這是有可能對不對 比如說B型的人 比較好交朋友 那可能大家晚上吆喝著 要去吃個什麼東西 他比較不會拒絕 那這樣的情況底下 可能就會多吃了一些東西 導致發胖對不對 那A型的人可能內向一點點 那可能有壓力 他會自己往肚裡吞 可能會比較用吃來 宣洩那個壓力對不對 那可能因為這樣導致 不同的個性 形成了不同的 生活模式型態 然後導致他會有一些 致胖的因素在裡面對不對 基本上我認為這個是有可能 但是事實上 我跟你講以前 美國有一個心理學教授 做過一個實驗 他就是把他的學生 通通找來說 我剛剛研究過你們的血型 你們的星座 對不對 我現在把我研究的結果 發給你們看 你們看準不準 然後每個學生看完以後 好 現在覺得很準的舉手 95%以上的人 都說好準 好準喔 教授你這個講得很準 你知道教授怎麼說嗎 聽懂這一次嗎 所以剛剛你剛剛講說 A型的人該怎麼樣 少吃什麼 B型的人該少吃什麼 其實換過來行不行 也可以嘛 對不對 所以我基本上 不是很相信這種血型 星座這種東西 但是我認為 減肥還是萬變不離其中 對不對 你改變飲食習慣嘛 對不對 生活作息調整一下 你的體重慢慢慢慢就會改變 是 所以他剛剛是多少 60點 60點1 60點1 60點3 可以啦 可以啦 我昨天在準備衣服的時候 來這邊左右秤 想說拿一條裙子看起來 看起來比較淺 我猜是沒有變 你知道有空洞嗎 因為他吃了一碗飯 而且三天 三天其實應該成效不大 太棒了 好棒 沒有誰一直頂上 太棒了 節目完全沒有作假 是喔 沒有你太誠實 所以今天只有一個成功 兩個都沒成功嗎 對啊 第一個你吃一盤肉 也不要吃那個白米飯 還都是我一碗飯 對啊 而且你身上很好 高成這樣還瘦成這樣子 沒有那麼動喔 等一下那個馬賽克掉 我要尖叫 會是尖叫 這樣哭了我 好像踩得好看 對啊 不過我們這個節目 果然是真的很珍惜對不對 你笑得那麼開心 是因為你沒有參加嗎 你笑得那麼開心 你今天生意的快樂 我就會覺得 我的人生不孤單啊 有說結婚 因為也結婚 沒想到怎麼回事啊 謝謝你們陪伴我 你好多朋友喔 其實剛剛大家也看到他的 就是吃的那些照片 他吃的其實非常的不均衡 尤其是他吃的熱量這麼少 他身體就會開始想說 我主人是不是 現在在一個危機的狀態 比如說飢荒啊 還是什麼的 就會開始有應急的機制出現 就會開始把你的 基礎代謝率先下降 因為要維持你的生命 對 所以自然而然你吃的少 基礎代謝率也下降 再加上不均衡 所以其實就受不下來 對 可是你看 譬如說人家調整體質那樣子 對不對 就像黃醫師跟我 我們其實都吃一樣的便當啊 你看 其實我們醫學上來看 有些人的確他比較容易發胖 那我們就說成他是抑胖體質 但是從科學根據的角度上來看 抑胖體質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 因為肌肉本身會幫我們代謝掉 一些熱量 殘熱嘛 你就會手腳比較暖和和的 對不對 那易胖的人呢 他會有一個現象像海軍這樣 是手腳冷冷的 即便夏天你還是冷冷的 對 然後他吃熱的東西會比較舒服 吃冷的他覺得不舒服 然後不太會流汗 流汗的情況不太多 那第二個就是 甲狀腺素的問題 甲狀腺素比較低下的人 他容易發胖 因為甲狀腺素負責 長時間的代謝的問題 那第三個就是 棕色脂肪 棕色脂肪是最近這幾年的概念 就是說我們的脂肪細胞 有分白色脂肪跟棕色脂肪 那麼白色脂肪就是你胖了以後 堆積的那個叫白色脂肪 儲存熱量 那棕色脂肪剛好相反了 它是會幫你把脂肪酸 把它分解掉的 那這個棕色脂肪比例高的人呢 他就比較 因為有易受體質 比較不會怕怕 對 是這個概念 要怎麼樣才會有易受體質 就是我剛剛講的嘛 甲狀腺素要增加 棕色脂肪要增加對不對 就是冷刺激 你知道嗎 比如說夏天 你到那個游泳池的冷水 裡面去泡一泡 對不對 那一個禮拜泡個兩次 你知道慢慢慢慢 你甲狀腺素就會增加了 對 冷刺激會中色脂肪增加 第二個就是 退黑激素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現在睡覺的時候 要分泌退黑激素 讓你好好睡對不對 可是現在現代人 是不是睡覺前都在滑手機 對 大家看平板 這個時候退黑激素就降下來了 那你的中色脂肪也跟著降下來了 所以你就有易胖體質了 就是這個道理嘛 對不對 另外一個就是腎上腺素 也會讓中色脂肪增加 腎上腺素什麼時候會分泌 運動的時候 緊張的時候 對 游泳 游泳很好 對 光泡水耶 對 也可以的 不過剛剛講都是吃進去的方法 但是現在要聊一聊 就是解出來也是一個詢問 對不對 對 我覺得大家剛剛都沒有考慮到 就是 小胖妳真的便秘很嚴重喔 我真的很愛聊便秘耶 對啊 妳是我們節目 便秘的扛爸 真的耶 便秘現在看我了 便秘的吉祥物耶 真的 什麼東西 便秘代言人 可是我覺得 其實減肥期間 大家一定都很在乎 就是有沒有順暢 是 因為其實 減肥一定會遇到那個停滯期 然後就怎麼樣都沒有辦法 很順暢啊 所以我就去查了 西野佳奈 這本小歌唱 Cisco有沒有 它的洋蔥優格減肥法 這感覺就很難吃耶 對啊 今天那都瘦了 其實一開始吃 真的是很新鮮的事情 對 好噁心的感覺 這真的有認真吃 我有認真吃 然後它還有一個關鍵 要在十點到凌晨兩點之間吃 時間性的 妳是說晚上嗎 三點 三一半夜爬小 很奇怪喔 而且你也要看胃很快耶 很快喔 我現在想真的 人家姐沒法都要少吃 吃素 很可憐 然後我覺得在十點的時候 可以早中午晚餐正常吃 沒有 我早餐就是吃蘋果加吐司 然後中午就正常吃 然後晚上就少澱粉 你可以看蔥粉 它上面 生洋蔥有多多 我沒有辦法啦 我吃生洋蔥會胃痛 所以 你咬起一天啦 你咬起一天啦 我一樣是起一天啦 你吃生洋蔥 給大家看一下你的體重 你在家裡量多少 五六點三啊 有耶 五六點三 不過小胖你這兩排還是有不一樣 一個是熟的 一個是生的對不對 對 熟的呢 就會把那個嗆味去掉 然後你冰冰箱之後 生的我沒辦法 它會變得很像那個果凍的感覺 這個好多了 一開始我真的很屌滴 都吃生的 怎麼樣啊 不夠熟 不錯吃嗎 還是有那個 對 你現在講的 有東西會不錯吃 它好吃 它像什麼 它像我們去吃那個 牛排之前的 沙拉 沙拉醬 然後沙拉醬改成優格 鮮味營養師吧 這樣會瘦嗎 真的假的 其實洋蔥當中有很多的 水溶杏碳食纖維 然後優格又有一生菌 其實對於腸道健康而言 是會有幫助 那腸道健康的話 其實你排便就會正常 體重就會比較容易控制 但是如果吃到那種 加糖的優格 可能就沒有效果 它那個有無糖 好有壓力 一二 五十六點三 啊 你們真的 你們真的好可愛喔 誰啊 五十八點二 兩公斤 真的假的 到底為什麼 我又會怕兩公斤 我剛剛講 脫掉 襪子也可以脫掉 他今天穿 襪子一定太重了 不是襪子 不要了 你一定是襪子 楊宗衛 還有兄弟 什麼 都是他們太重 所以我們今天四個人是 只有一個人成功 真的耶 對 我們真的好老實 我要回去吃便當了 拜拜 好久 我覺得有一點 入房小胖半夜起來 吃完這一杯 要不就再去吃其他東西 要不就是睡不著 就起來在那邊看韓劇 我覺得干擾了睡眠 或許也會讓 讓他退黑激素 對不對 是不是 我是隨便亂猜 營養師覺得 好好吃 好吃 因為其實優格它的熱量 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低 是 無糖的優格啊 我有去看過 一個份量喔 外面賣的那種 都還有100到180大卡 無糖 對 無糖 它可能一次是兩到三分 所以就是會有200到300卡 就差不多是一碗飯了 好 我都認識 沒有吃好飯 我一定是說會吃優格 我都會買個兩杯三杯 你給我上錢吃泡麵 對啊 很重要啊 什麼東西啊 亂教 那個熱他太厚了 等一下我補充一下 小胖你不要怪他吃泡麵 其實我認為就算不吃泡麵 他光用優格減肥法 減肥法也很容易失敗 為什麼 我問你們 優格是什麼東西 牛奶啊 發酵過的牛奶對不對 對 那是不是比較好吸收 是 對 那我們要減肥 你怎麼會用比較好吸收的 來代替不好吸收 要減肥不是促進吸收耶 如果今天這個東西 是好消化 吸收 那對減肥是不利的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聽懂嗎 所以我喝牛奶跟喝優格 如果熱量一樣 我寧可選牛奶 我幹嘛要選優格 優格比較好吸收 消化 你懂這一次嗎 謝家在騙我 什麼啦 你優格不是有什麼嗎 今天真的很讚 沒有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有效 剩下都沒有 甜飽有沒有突然覺得 送了一口氣 就OK啊 大家還是聽得到 可以啦 太大了 太大了 心急中 他比較早拿到腳踏 其實試了兩個禮拜 兩天 多試了兩天 但是其實像你們女明星 一定有一些方法 因為每次我看到 妳們都瘦得跟鬼一樣 對 而且其實我也是 一時以來受到宿便困擾的 這個問題 對 然後尤其是 之前在拍戲的時候 你拍戲的時候 你真的是作息很不正常 然後壓力又很大 對 然後那個時候我大概 連續喔 最高紀錄有四天 完全沒有上廁所 完全沒有上 然後那段期間 有一次最嚴重的 就是我那時候在拍戲 然後就胃痛 痛到受不了 然後我就趕快去掛急診 然後就以為我是胃炎 還是怎麼樣 結果X光照出來 很誇張 就是我的肚子裡面 全部都是宿便 然後那個宿便已經 叮叮叮叮叮叮 你高到你已經頂到你的胃了 然後就是因為 你整個大便多到你頂到胃 所以你的胃就會痛 這太誇張了吧 對 就是如果我只要有宿便的時候 你看我好像瘦瘦了 可是我的肚子會非常的大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跟我那個劇組的一個 化妝師姐姐講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我跟你講 因為她也是一個 受到宿便困擾的人 因為在劇組你知道長期 她是 我們認識那個 對 她是可以兩個禮拜不大便 對 就是 她也是跟我講說 心靈姐 她畫的話說 心靈姐 我要去大便 我想說妳不能 她說 我難得有便宜 我真的要去大 不然我過了真的就沒了 對 因為她也是 你知道拍八點講什麼 長期都是作息不正常 然後那時候她就跟我講說 竹竹 我跟你講 如果有一個好東西 你一定要吃這個 她就說 這個東西一定完完全全的 可以解決你現在的困擾 她說因為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小虹 小虹它裡面 它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一個 幫助排便的一個產品 然後它裡面有 青梅生酵素 青梅生酵素的話 是有 裡面有很多的 可以幫助你的這個 促進腸蠕動 然後腸蠕動好了之後 你的排便就會變得比較順暢 對 然後裡面有 專利的益生菌 專利的益生菌 你知道益生菌在你的腸道裡面 工作也會讓你的排便次數 變得增加 對 然後裡面還有 八十幾種的 對 就比我自己在那邊 狂吃猛吃那些蔬菜 而且你要吃到八十幾種 怎麼可能 對 然後我就是吃了這個 然後吃下去吃一陣子之後 我就真的發現 我的排便變得很順暢 就一邊拍戲 作息不正常 但是都可以上廁所 但是重點還是 對 可是重點還是 你還是要多喝水 就是你多喝水 然後再搭配這個 然後你在劇組 你有時候等戲沒事的時候 你就不要坐著 你就在那邊走來走去 對 然後你就會覺得 你的肚子有咕嚕咕嚕咕嚕的感覺 對 然後你就會想要上廁所 而且她自己老爸 然後夜夜暴燃的有沒有 對 暴燃 因為這個是在晚上吃的 就是她晚上你吃完晚餐之後 我再吃這個東西 然後你就會讓你 就是整個肚子有 常蠕動的感覺 而且重點是 它不會肚子痛 因為我以前就是 那時候素變很嚴重的時候 我就試過 而且拍戲遇到肚子痛 有多尷尬 對 我有試過吃 算是蟹藥 就是日本很有名的 那種小粉紅色的藥丸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就那個號稱是讓你吃下去之後 你可以拉得很乾淨 那個受不了 對 那一天會拉個五六隻 對 我跟你講那個真的很恐怖 那個你吃下去之後 你是跪在地上爬到泡水 很困難的力氣 很痛 而且那個在工作的時候 有多尷尬 對 然後你吃 你真的是水瀉的那種狀態 然後這個完全不會肚子痛 你大一邊是成型的 對 而且你知道你晚上吃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也有在吃 對 然後晚上你比較率先吃的時候 你隔天早上是很舒服的 對 然後很輕鬆很自在的 開心的把它排出來 對 可是它真的很妙 它有一個青梅生酵素 青梅 青梅酵素對於 生酵素對便祕的好處 用處在哪裡 因為它其實就是用青梅 然後第一用酵母菌 去做發酵做成的 然後它裡面其實就是 剛剛有提到 會有有機酸的成分 那有機酸其實它對於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它其實除了有機酸之外 它裡面還會有 植化素 然後還有一些營養分子 其實都被發酵成 變成比較小 是比較好吸收的 對 然後再來就剛剛也有 提到裡面有蔬果酵素 對 然後蔬果酵素當中 包含了像是 它其實是一種消化酵素 可以幫助我們消化食物 當中的蛋白質 所以像是有一些飲食不均衡 或者是說常常熬夜 作息不正常的 其實就是這種消化酵素 是可以幫助就是讓我們的 減少我們消化道的壓力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 益生菌的部分 它的益生菌是屬於 可以耐酸耐載鹽的益生菌 對 所以才可以讓它 直達腸道當中 然後讓我們改善我們的菌相 對 然後所以那時候 因為那個姐姐就給了我 這個一盒嘛 然後我吃完之後我就覺得 哇 這真的太有用了 然後我就想說我要回購 就上網去搜尋 然後搜尋搜尋 我就發現其實它除了這個之外 它有兩款產品 還有另外一個綠色的 因為綠色其實我們白天一整天 是會吃很多 小紅跟小綠 小綠顧白天小紅顧晚上 對 然後小綠 因為你白天一整天 其實會吃進很多的熱量嘛 它有時候你可能去劇組 放飯吃一整個便當嘛 那我在吃便當之前 我就一定會先吞兩顆這個 因為這個可以幫助達到那個 骨油跟減糖的效果 對 然後因為它裡面有的成分 是有五菇 五菇的話它是一個 很高膳食纖維的食物 它可以讓你的這個代謝增加 然後它還有這個 專利的花生膜 花生膜是可以 對 所以像如果便當以前 我可能不敢吃飯 但是沒吃飯又吃不飽 所以我現在就會先吃這個之後 我就會吃飯 對 然後你的飯這個澱粉吸收 其實也不會吸收那麼多 進身體變成脂肪 然後除此之外它還有 發骨的膳食纖維 可以讓你的益生菌增生 然後就可以讓 你的這個代謝變好 然後裡面還有很高比例的 鵝茶素 因為鵝茶素也是讓你的那個 你的身體的整個星塵代謝 燃燒起來那個東西 對 所以我整個人就是會變得 星塵代謝比較好 然後我也 很輕啟動 對 然後我也比較不會害怕說 白天吃進過度的熱量等等的 還是讓大家看看好了 日日夜夜的成分 真的 那就是因為 太有說服力了 因為我之前吃素便的時候 這邊就很大 你真的是 然後進去就這樣 真的好細喔 就是搭配著吃 然後你就會覺得你的 整個代謝也比較好 而且它的側面 可以長一圈嗎 你看 真的 真的好細喔 對 就是會讓你整個人 維持一個比較好的體態 很強 因為它其實剛剛 其實有一點點的那個肉肉 那個照片 對 但是我還是要講 就還是要多喝水 然後還是要搭配運動 對 然後不要一直都懶懶的 坐在那邊 就是可以起來走動就去走動 對 女明星 女明星用的這些方法 吃小紅跟小綠兩款 到底差別在哪裡 你一起吃會不會怎樣 明天不一樣 一起吃 應該也不會怎麼樣 對 不過剛剛映竹提到那個 最主要就是有五菇的萃取物 五菇萃取物它的 膳食纖維很多 對 然後就是可以幫助 增加飽足感 是 那像剛剛有提到 那個花生膜的萃取物 是真的有一些實驗 是證實說它可以去抑制 澱粉酶的活性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剛剛有提到兒茶素 兒茶素它研究滿多的 兒茶素確實是可以提高 人體的代謝力的 是 所以說是白天的最主要 是要幫助減少吸收 然後提供飽足感 那其實整體而言 就可以幫助它 就是可以得到 很好的體重控制 那除了我們知道 這些酵素之外 還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們排便更順暢的 有沒有 排便更順暢 其實第一點非常重要 就是膳食纖維跟水分的攝取 每天都一定要足夠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一定要維持適當的活動量 人體的活動量足夠的情況下 腸道的蠕動也才會 它也才會再進行蠕動 那第三呢 就是希望大家要學會 對 要看什麼呢 要看便便的 顏色的部分一定是黃褐色 才是正常 如果出現什麼黑色 白色 紅色 都是消化道出了問題 需要再做進一步的治療了 那如果說是在形狀部分 一定就是正常的 軟腸型的形狀是正常的 那再來是氣味 氣味要注意喔 如果很重 很難聞喔 其實就代表 對 搶到快速太多 才會味道很重 或者是累積太久 沒有出去 那就是會味道很重 那再來就是看它的密度 就是看說你放下去之後 它到底是在水面上 還是水面下 如果它沉到水底 就是膳食纖維持不夠 對 所以它浮起來 很多小朋友的便便 是浮起來的 浮起來一顆一顆的 就是它是膳食纖維 其實是夠 它膳食纖維 是夠的 對 請修醫師幫我們總結一下 網路上很多這種 明星減肥招式 怎麼樣能夠判斷 真味 還有怎麼樣嘗試 比較安全 對 因為現在網路很發達 對不對 那如果有一個人 他減肥成功了 這個推過助人 好像就是 儼然成為減肥的專家 但是這些 我們只能說 是他的經驗之談 對不對 那不一定是有醫學根據的東西 而且要看看這個人 有沒有醫學背景 那如果說你不確定 他這個方法到底用到你身上 會不會影響你的健康呢 可以諮詢一下 你身邊比較懂醫學 或者你認識的醫生 幫他問一下 可能會比較保障自己健康 我常常講說 花點小錢無所謂 傷到健康就不對 這樣子 是 不過今天真的做了很多 血淋淋的實驗 我們四位媽媽們 努力做實驗 然後三位還 他們好偉大 對啊 我只能說謝謝你們 謝謝 那其實都有很多好方法 希望大家都找到自己 解決的好方法 希望大家能見真正康康的 快快樂的 開開心心的 給大家分享謝謝 記得上我媽媽 我成本帳跟我們做不動 大家拜拜 拜拜 楊曉禹之後才發現 錢真的怎麼賺都來不及用這樣子 那到底有沒有什麼方法 我們可以節省一些開銷 比方說孩子的醫藥費 有沒有什麼撇步 醫師可以教教我們 很多的媽媽會帶孩子 生病的時候帶孩子去看醫生 然後這一次看了以後 可能隔天就還是很擔心 又再去看一次 花了兩次的掛號費 對 然後可是還是沒有得到 明確的答案 所以又再換了一個診所 然後中間有很多的藥 都浪費掉 因為A醫生開的 跟B醫生開的不一樣 B醫生就吃 就要他吃後面這個 所以總而言之 過程當中 浪費了非常多的醫療資源 也讓媽媽的荷包 就受了損失 這個兒科學雜誌 曾經有一邊研究 他就發現 如果家長能夠跟醫生 有良好的溝通 能夠花一點時間 討論我們孩子 現在疾病的現況 那我們就可以讓 住院的機率 從7%降到3% 差很多 減少一半以上 然後掛急診 因為急診掛號費最貴 掛急診的百分比 也從26%降為15%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 不太曉得說 什麼叫做跟醫生良好的溝通 那我們就先從兩個問題開始 第一個就是 我的孩子這個餵藥的習慣 跟醫生講 我的孩子喜歡喝藥水 可不可以不要開藥粉 我的孩子這個早中晚 中間那一餐 常常那個幼兒園老師 都不太會餵 可不可以早跟晚 所以這個胃藥的習慣 胃藥的頻率 讓醫生知道 那另外一個就是 你要了解 就算你沒有辦法 在短時間知道孩子 完整的病情 醫學的知識 沒有辦法 但至少你要知道 什麼危險跡象 我要再帶來醫院 最嚴重 或者是最需要治療的 或者是檢查的狀況 帶到醫院去 讓醫生了解 而不會多白跑好幾趟 這樣就可以幫助我們爸爸媽媽 在帶孩子看病的時候 審核包 了解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 沒錯 的 你for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